Costco的购物清单里,总有几款好物一直回购 每次逛超市,没买到就会心痒痒 今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Costco无限回购的美食清单 这里有小伙伴们喜欢的吗?一起来看看吧 视频开日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评价属个人口味,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喜好 不吹不黑,无广告 请带您的支持 请带您的支持,请带您的支持 请带您的支持,请带您的支持 厨房小白也可以尝试一下 唯一的缺点嘛,就是真的有点小贵 虎皮尖椒 这一盒青椒就放在常温蔬菜区 没仔细看还不知道里面装了一包橄榄油和海盐 爱吃虎皮尖椒的小伙伴强烈推荐 把青椒两面煎得微微焦黄,马上就能闻到青椒的清香 闻起来没有我们平时做青椒炒辣肉时那么呛 煎熟后的青椒皮肉分离,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里面也带籽,但湖南的小哥说一点也不辣 小伙伴们吃过吗?你们觉得辣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日式酱油鸡肉拉面 这款日式酱油鸡肉拉面属于快手食品 里面的鸡肉是真实的鸡肉 蔬菜也是真实的蔬菜,所以必须速冻 不是方便面类型 它的面吃起来很滑,是拉面的基本款 鸡肉是烤过的,虽然没有很嫩,但也挺香的 汤是清汤,有酱油的味道 重点是,一箱就有六碗面,两块多就有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蝴蝶酥 Costco的蝴蝶酥和国内家楼下面包店做的蝴蝶酥一模一样 简直太香了,咬一口,那个酥那个香那个脆,真的无法自拔 你就是会一直吃一直吃 牛油和酥皮的奶香,还有糖加面皮烤过的焦香 当下午茶配咖啡,绝了 不过热量和糖分都有一丢丢糕,想瘦身的小伙伴不要吃 想吃就先吃再减肥吧 根茎蔬菜薯片 Terra的薯片,与我们平时吃的薯片不一样 它是用真材实料的根茎蔬菜烤制的薯片 拿一片吃,手指不会有沾到油的感觉 吃起来也没有油腻感 里面有红薯,芋头,木薯,欧洲萝卜做成的薯片 每一片都干干脆脆的,切的很薄,一咬就断 晒晒圈的小伙伴喜欢红薯片 居然吃出了烤红薯的甜味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呢? 椰子卷 椰子卷这种蛋卷类零食 在Costco一直都有卖 它的回头率有多高,也不用说了 它是一层层重叠卷起来的 特别的脆,特别的酥 不用多咬,吃进嘴里就会化掉的那种 椰子卷里面有黑芝麻 加上蛋卷本身淡淡的椰子味 太好吃了 和水果茶很配 不过也有小伙伴觉得这款椰子卷有点太甜了 不喜欢甜口的,深入 红柚杯 一大个红柚水分很足 甜甜香香的柚子究竟怎么剥 Costco的红柚杯真是手残档的福音 百分百真果肉,粉粉嫩嫩的 皮都去的超干净 一口下去,满满的果肉,果汁 太满足了 那种感觉就像,你想吃葡萄 就马上有剥好皮儿去好籽的果肉 放在你面前一样 果肉吃起来甜度是够的 也轻微带一点柚子的色 用来打果汁,做鸡尾酒都是不错的选择 芝麻酱,凉面灵魂芝麻酱 大家都选Costco的这款 分量大的怀疑人生 降价的时候4美元左右就有一大瓶 真的好便宜啊 现在天气有点闷闷的 芝麻酱拌凉面最适合了 芝麻酱质地水水的,不会很稠 烤过的芝麻做酱太香了 吃起来有点微微的甜味 再加一点醋 蒜泥 辣椒油 搅拌搅拌 喜欢花生的话也可以加点花生酱 不得了 除了做凉面 芝麻酱还可以拌生菜沙拉 做凉拌鸡肉 小伙伴们会用芝麻酱做什么料理呢 有鸡鸡汤 Costco自营有鸡鸡汤 炒菜放一点 煮面做汤头 都很适合 里面没有加糖 只有一点点咸 用来做料理不会抢味 也不含脂肪 喝起来很清爽 都是鸡肉的味道 尝到了食材本身的原味 做面汤的时候 个人觉得直接用原汤味更足 喜欢清淡的小伙伴 兑一点水也是不错的 好了 本期的Costco无限回购美食清单 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逛Costco挖到哪些好物呢 如果你喜欢看超市摊店的话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你下一期想看什么超市 推荐什么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键三连 关注点赞分享 更多收有趣的北美内容 等你来看 下期见 拜拜